变形戏最土豪的农村女孩 趴到她住的洋房 节目组都开闷了 变形戏这档节目已经播出很多年 很多人都觉得 这档节目的味道已经慢慢的变了 成为很多网红的捷径 其实节目组的初衷 就是让大家关注孩子的成长 在节目中的叛逆小孩 是很多同龄孩子的缩影 看到他们变化的时候 很多孩子和家长也会反思 这就是这档节目最大的意义所在 在最近一期变形戏中 大家发现除了城市孩子有问题外 一些农村的孩子也出现了争议 这一期变形戏是史上成员最多的一次 所有城市男孩都继续在一个家里 而三位农村主人公也是一个家 因此一些矛盾也慢慢的出现了 城市小孩的矛盾无非就是一些小事情 比如谁不愿意干活 谁又偷懒等等 而农村小孩的矛盾 则是一些言语上的刺激 当时有两个农村男孩 觉得另一个女孩子有点多余 虽然心中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一些言语所表达的感觉 已经让这个女孩误会了 这个城市女孩一直都是一个人生活 父母常年在外打工 所以她是非常缺失安全感的人 在城市听到别人这么说之后 内心肯定受不了 当时一度要离开 后来是爸妈出面挽留 最后解开了误会 正当这个女孩介绍自己的时候 正要拍到她住的洋房 节目组都看懵了 本以为一个人独居生活的女孩 家中会比较贫困 但没想到 这个女孩其实生活条件上 还过得去 家中有两层楼的小洋房 而且家具因应俱钱 这在农村已经很不错了 而且每个月 家人都会给她足够的生活费 相比以往的变形季 农村主人公还真是 优势一兰 最土豪的农村女孩了 可能是 这个女孩独自生活的特殊情况 想让节目组关注到了她吧 你们觉得呢